董事长 这都是瑞福祥的货吧 有人买吗 没有 来 老板 现在啊 从穿的 吃的到用的 都是美国货 他们看上去啊 都花脸不少了 都是长 国货自然就受容过了 他们的价位是多少 最要命的就是价位 这些美国货的价格啊 有的只集同类产品 比他三分之一 甚至啊 还不到十分之一 这怎么活啊 这 我们一心等于白忙活一场啊 啊 老板 李星拿弃在时 数得上的美货代理商 要不您找找他 这只老狐狸 他算发达了 太大 太小 马上知道了 小啊 小 小 一二三 想 啊 什么小 你们还讲不讲道士吗 讲话什么呢 哎哎哎哎 哪个疯子在这儿叫呢 哎呦 胡文林 胡野 放出来了 我还当是哪一个呢 原来是你 哎 你没叫国君枪毙 算是您命大呀 告诉你 你还别惹我 我小舅子 是国君军官 哼 强子 当了国君军官 我知道啊 还是春花告诉我的呢 怎么了 我把酒吧都已经还给他了 枝头我都没碰一下 他强子当军官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宝玛丽的事你怎么说 啊 宝玛丽啊 跑了 把你的钱也卷走了 吧 再说了 胡言 欺男霸女的事 是您教我的吧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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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教你点别的 啊 啊 打 打 给我打 您看看这个 这个挺好的 谢谢 您好 您好 请问秋月老板在吗 在 秋月姐 有人找 哎 哪位啊 哦 这个长官 你好 秋月老板 是强子接受我来找你的 强子呢 跟我在一个部队 他是我们师长的副官 也是在下的朋友 他说康乐日用品齐全 质量又好 正好呢 在下要采购一批日常军需品 所以他就接受我来店里 找你了 哦 是来买货的 是的 哎 好 里面请 好的 哎 你看 墙子真厉害啊 是啊 墙子哥现在发展得很好 越来越厉害了 是啊 啊 长官 请坐 啊 好的 贵姓啊 啊 名贵姓刘 哦 刘长官 不知道你都需要些什么货品呢 有没有明细啊 这是采购清单 我们需要的东西都写在上面了 怎么样 薛与老板 没问题吧 这些货品店里都有 这样吧 我下午就叫人去采购 明天一早给你送过去 哦 不急 后天准备好就行了 到时候我再过来 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怎么样 没问题 你瞧得起我们这个小店 就是给我们面子 再说 你还是墙子介绍过来的 肯定没问题 你放心吧 长官 慢走 告辞了 你慢走 你怎么样 九月姐 墙子真是有心啊 这些货品呢 我们店里都有 太棒了 这是插六口大铁锅 要那么多铁锅干什么呀 国序要打仗 吃饱了饭才能打嘛 就是 我知道一家铁锅店 二顺啊 明天你把铁锅调过来啊 好 货物一样都不能辣啊 我们赶紧准备吧 你 就好 超好 货物一样 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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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回来了 秋月姐这是怎么了 这么好的生意怎么就不做呢 别说了 我看秋月心里啊 其实一直忘不掉自剑 这自剑是共产党 现在国公啊打起来了 他不愿意看着国民党打共产党 可是强子哥他又是国民党 是啊 所以说秋月心里现在苦啊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啊 啊 啊 这怎么还睡啊 起来了 老爷拼死拼活在外面赚钱 你就知道睡觉 把被子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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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来 阳老板 不错呀 来 安心卡 来 这个 孙老板 你这个金笔厂不错呀 哪里 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 你的金笔一直卖得挺好 这么大的厂子 师父 这钢笔您是怎么做的 你看 就是在这个机器里 虎文林 你要去哪儿 我到外面找点事做 你是不是又要去赌钱 我哪里有钱赌嘛 虎文林 你给老远站住 这又怎么了 我告诉你 那些钱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 我要给我爹记的 你又想把这些钱拿去干什么 好好好 拿去给你爹用啊 还有呢 还有呢 哪里还有啊 你还有 你骗我 你撒手 你撒手 你以前花了我那么多钱 我现在花你点钱怎么了 你不讲道理吗你 我连 你现在长本事了啊 现在都欺负起女人来了 你知道她是谁吗 啊 知道 春花是我妹妹 她是我妹妹 你再打一下试试 我是真看出来了 你现在连那条腿也不想要了 是吧 好 你长子 别 春花啊 好 往哪儿跑 春花 哥 他已经是一个废人了 你还想把他往死里打吗 春花 他对你这样你还替他说话是吧 他死了我怎么办 我再给你找一个 哎哎哎 强子 我这一条腿已经废掉了 你就饶我 我再把你那条腿给吹 哎呀 哥 你就饶了他吧 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情 不用你管 你说什么 不用你管 真是 老子以前还是你老大呢 侯爷 我会敬你一辈子的 妄文负义 无耻小人 呸 春花 春花 哎哎aspberry 哎玖 我问你个事 上次跟你联系的货源 为什么不要啊 你是不是 担心会影响我的发展 哎呀 我是师长的副官 谁敢把我怎么样 算了 我回去让军需要处 再来找你订货 你好好赚他们一笔 你是出息了 这生意我不做 为什么 自己人打自己人 我帮谁不帮谁啊 子健要是在的话 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 好了 我不跟你提他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商量件正事 说吧 什么正事 现在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康乐要开不下去了 杨老板介绍一个笔厂 要我接手 我想把康乐卖了 把笔厂接过来 我有修笔的经验 应该可以把笔厂管理好的 要不 要不你退伍 跟我一块做笔厂吧 我现在在部队上 干得好好的 马上要升职了 你让我退伍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自己人打自己人 没有意义 自己人 大家欢迎新来的老板杜秋月女士鼓掌 老板 老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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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干活吧 大家辛苦了 干活吧 真不错呀 你看那个 干活 一个女人 能把我们这烂摊子救活吗 我也不知道啊 看看再说吧 压大压下 快点快点啊 快点啊 别给我走 快走 下来我儿就把你抓下来 给我 老总对不起啊 走 前前前前 走走走 先生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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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连饭都不吃了呢 这么好的菜 饭当然要吃 串花 沈先生一家回上海了 你见着我儿子了 当然见到了 长得结结实实的 好像叫什么沈康 我现在是你的老婆 和沈家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你可别为难我 春花 你命这么苦 我为难你干什么 我要为难他们 那可是我的亲儿子 你要是敢对他做什么 我就跟你拼命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怎么会得毛孩子 做出什么来 我要为难那个姓沈的 他以前是骗过我 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为难他又有什么用 别的不说 那抽票我最后敲他一笔吧 你可不能胡来啊 我现在打听过了 他现在有钱有势的 娶了一个什么 国民党将军的女儿 还做了地方接收大员 不知道黑了多少钱 他能赚钱 那是他的本事 你可别眼红 我眼红什么 我这条腿要是没废的话 一定要会比他有本事 他那些钱 不知道是怎么挣的 管他是怎么挣的呢 你要答应我 在这件事上 你千万可不能胡来 春花 你说你风风雨雨都见了 怎么还这么胆子小啊 我也不求别的 就是希望能见上儿子一面 你知道我不能再胜了 他是我唯一的骨肉了 春花 春花 不哭啊 春花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要见孩子 就得听我安排啊 你 来 吃饭 吃饭啊 沈先生 这是今天新来的文件和信 放着吧 先生 请 沈先生 别来无恙啊 沈先生 废话少说 我还忙着呢 沈先生 这信呢想必你是看过了 春花想见见孩子 这孩子从一生下来 就没在春花身边 现在完全没有必要见面 谁说不是呢 可这孩子 毕竟是春花身上 掉下来的骨肉啊 这春花的脾气 我相信你是小的呢 他认准的事情 是一定要做 我是担心什么呢 是担心你沈先生身居高位啊 当年 狸猫换太子的事传出去 不好听 这些陈年旧事 你也愿意提啊 当初我怕我老婆 是想继承他家的财产 现在我什么都有了 我连老婆都换了 你说我还怕谁 狸猫换太子 是你一手操办的吧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 记住 以后不许和我联系了 告诉春花 好 好对 他现在是你的太太 让他断了对孩子的念想 这孩子是我养大的 他是我的儿子 哼 这个小气鬼 小气鬼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让你出去联系沈先生 你联系上了没有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的孩子啊 哎呀 人家沈先生在市政府里面 门口都有警察站岗的 我是说能进去就能进去的 市政府 你好啊 你好 好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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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饭了 走 停车 快点 谢谢 我想了一下 我们这个笔场 要在艰难中寻求发展 就必须树立一个自己的品牌 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现在的男士 都喜欢在胸前别一支金笔 这样看上去显得有文化 而且能显示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 对啊 我这里呢珍藏了三支金笔 我想 将来我们的目标 就是生产出这样的金笔 你看 是这样啊 秋月 这三支笔啊 可都是欧美的老牌货了 根据我们厂现在的实力 没法跟这样的牌子相比啊 我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寻求与众不同 嗯 说的对 你们看啊 这支笔是何老伯留给我的 它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笔盖上有一块绿色的宝石 而这支笔呢 是我的一个记者朋友留给我的 我最喜欢它的颜色 非常的雅致 嗯 嗯 嗯 哎 绿宝 绿宝 绿宝金笔 对对对 大家说什么呢 这么热闹 哎 春花 春花姐来了 你来也不说一声 我好叫阿秀去接你啊 是啊我去接你啊 我你还客气什么呀 呃 我就是想问问 你们这文化人多 这个三块油是什么意思啊 三块油 什么三块油啊 三Q吧 嗯 那是英文 谢谢的意思 你磨正了吧 他对我说谢谢 对我说谢谢 他还说三块油 怎么了 春花姐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他跟我说谢谢 谁呀 我见到我儿子了 儿子 他长得有这么高 结结实实的 晒得特别的黑 一看就是经常出去玩晒的 看来沈先生 对他还蛮好的 真没想到 这个孩子居然还活着 而且 你还见到了他 你没有体会过 那种十月怀胎的姿吗 其实孩子不是生下来以后 才会又哭又笑又闹的 他在你肚子里的时候 就饿了踢你一下 高兴了 揣揣你 总之 你没有体会过那种滋味 有的时候 他会钻进你的梦里 我好几次都梦见一个高高大大的男孩 叫着我妈妈妈妈的 你别说长得跟他真的蛮像的 我能体会那种 娘见不着孩子的感觉 对 春花 我还是要跟你说 要是沈先生知道你见到孩子了 没关系 因为他现在是政府要员 要脸面 大不了搬走 搬到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胡文林知道了 他会怎么办 胡文林这个人就是爱钱 大不了 他知道孩子的事情以后 去跟沈先生要钱 秋月间 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其实一个人的一生 就是要有一个牵肠挂肚的人 我现在终于找到我儿子了 我又定这个孩子了 无论我将来会怎么样 我都不能让我的儿子 没有妈妈 你不要胡说了 你能怎么样啊 好 绿宝金笔 质量稳定 成功了 成功了 好好好 绿宝 好 好 好 秋月啊 这绿宝牌金笔很不错呀 很好啊 你看 董事长 你是行家 今天我来就是想请你提一些意见 回去以后我好改进哪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哪 我现在哪里敢跟你挑毛病啊 我得请你给我挑毛病 董事长客气了 今天我来 还有一事相求 缓难见真情 通过上次那件事 我认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说吧 有什么要求 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帮忙 董事长 如果你觉得绿宝金笔还不错 那一心是不是可以考虑 进一批绿宝金笔上架 这句话还用你说吗 我就是谁的金笔不进 我要进你绿宝的金笔呀 我们尚未恢复元气 现在除了一些老牌子 其他的产品都是代销 这是你在董事会上提出的 这是个问题呀 董事长 其实代销也可以的 是吗 那太好了 可是我无地自容啊 谢谢 谢谢了 其实你们一心 要是能进我们绿宝金笔 就是对我秋月最大的支持 秋月 如果绿宝能销出去 我们马上给你结款 我们东亚卖的都是老品牌 你这个绿宝听都没听说过 它不但便宜 而且非常好用 好用不一定好卖 上海人是很挑剔的 好吗 秋月 这一行水深得很 你先回去吧 我还有事 阿姨 对不起 是沈的 你还管不管你儿子 他要弄杀我的孩子 怎么了 怎么了 走走走 来来来来 他明明知道我有了宝宝 还故意把球 往我肚子上砸 这不是杀人是什么 什么 你有了 我才是刚刚知道 康二怎么可能知道呢 你还护着他 我 我这就去找医生 你找医生有什么用 家里住着个杀人犯 今天保住了 他明天还会想出别的招来害我的 康二不是故意的 来 康二 过来过来 向你妈道歉 我不 我肚子疼 来来来 我看看我看看 我看看 怎么了 你出什么事了 你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 干吗 跟阿姨说说你怎么了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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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得阿姨 心都碎了 跟阿姨说说好吗 大家都来看一看啊 绿宝金笔 都来看一看 看什么笔 都来看一看啊 对不起对不起 绿宝金笔 来 我说 快叫陈月安排人送货 送货 钱笔块还没结呢 你怎么还问这样的话 这还是个问题吗 送来了一起接 那我这就去 我倒就付款 那我走了 来来来来 都看一下 给我一张 春花姐 暂停营业的牌子 都挂出去了 好 你们回去吧 春花姐再见 康儿 你试试这个 看好不好喝 好喝 不过味道怪怪的 好 这个是混合的果汁 喝了对身体特别好 嗯 康儿 你怎么了 看你不太高兴 跟阿姨说说 我爸爸新娶的阿姨 怀了小宝宝 就 就不要我了 就把我 送给以前的妈妈 后妈 永远都不如 自己的亲妈 只冷只热的 可是 我亲妈 对我也就那么回事 虽说 不让我饿着动着 可也不像 别人的妈妈那样 亲我抱我 等到我爸爸 和她离婚之后 她看我的眼神 就像看一条赖皮狗 我喊她妈 她都说滚 那是因为 她也不是你的亲妈 你 你怎么知道 我 我猜她 阿姨 你有小孩吗 阿姨以前有过一个小孩 可是她刚生下来以后 就被坏人抢走了 后来阿姨才知道 可是 又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她 她年纪跟你差不多大 阿姨每次在街上 看到这样的小孩 就觉得都是阿姨的宝宝 儿子 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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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康儿 你想急死我呀 康儿 要死了 要死了 春花儿 春花儿 这整天不做生意 要死了 小声点儿行不行啊 我在我自己酒吧里 我为什么要小声啊 今天晚上 自己找其他的地方过夜去吧 你 这边 这边 这 这是谁啊 我儿子 你把他骗来了 什么叫骗来的呀 你管得着吗 好 那我今天晚上 就去外面找地方住啊 去哪儿住啊 阿龙哪儿 去吧去吧 再骗来呀 去哪儿了 你去哪儿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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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啊 你还要打起来 我真的谁啊 我们说什么呀 我们好想啊 你好 这么一个厉害的 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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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董事长 让一让 绿宝牌金笔 是的 这就是绿宝牌金笔 非常好用 样子又好看 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的 把这怪物给我拿走 李董事长 我们的绿宝牌金笔 在其他地方卖得可好了 是啊 卖得很好 我们东亚也近一点吧 这个模型啊 是我们做宣传用的 是啊 做宣传用的 你们的花头倒是不少了 我东亚这么大的百货公司 卖的商品成千上万 你把这个东西摆在这儿 不成了你们的百货商店了吗 这 这 别说我没进你们这种品牌的货 就是我进了 你也不能摆在这儿 马上给我拿走 李董事长 董事长 这个怎么办啊 再想别的办法吧 这 阿秀 货单都统计好了吧 统计好了 看一下 绿宝金笔 国货领袖 你看啊 把这些货呀 言局啊 秘密也太不济心了吧 找了一夜都没找到我儿子 喂 师傅 喂 是我 好的 好的 你们不 你们千万不能为难我的儿子 小孩子跑出去玩儿有什么大不了的 饿了自然就回来了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他非绑架了他 那他们提出什么条件啊 三十万 这么多啊 只要卡尔能回来 我认了 这钱太多了 可赎的是我儿子 你能不能考虑我的心情 你就知道钱 我不是很惹 点击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